嘿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这期视频呢是想快速的回答两个经常会收到的问题 也是新手都会普遍纠结的两个问题 那就是健身初期要不要买私教课和如何选择靠谱的健身教练 好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别忘了帮我长按点赞三连推荐 那我们就开始啦 好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健身初期要不要买私教课 在健身初期呢如果没有教练指导的话 新手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所以我说如果你在有靠谱的私教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呢 是建议买的 可以选择最低标准的比如10节或者30节私教课 不过说实话现在私教课是真的也挺贵的 一节课至少要300块钱 那如果是学生然后经济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呢 健身的目的又比较简单 就是减脂和小小的增肌的话呢 其实跟着一些健身的app和一些视频跟练也是可以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究竟如何选择靠谱的私教呢 因为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小伙伴的私信说 他们当地的教练水平参差不齐的 究竟该怎么选择教练呢 大家可能确实会看过一些视频之类的 就是某些健身房甚至是连锁的健身房 教练的肚子甚至比学员还大 或者说还有一些我觉得很奇葩的事 就是有些健身教练会给减脂的学员推荐蛋白粉 就是让学员去买他代理的蛋白粉 不知道你们还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听说过更奇葩的 关于健身私教的事情 你也可以给我发弹幕或者评论留言 让更多的小伙伴避免踩雷 好那么究竟如何选择靠谱的健身教练呢 第一点最最最直观的一点 肯定是你看到的他的身材 他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天天在健身房泡着 至少得一周五年吧 他的身材至少得是一个 你觉得符合健身教练的身材的标准 其实现在就是有很多健身房乱象 就是这个人他刚刚从别的行业跳槽 跳到健身教练这个行业 就是说他开始健身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然后他就上岗了 但是呢你在健身这件事上的付出 都是会通过你的身体体现出来的 所以说看身材是最直观的一点 包括一些健身房的女教练 如果女教练还没有我这个 一周三到四年的有训练痕迹 那就拉倒吧 好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觉得比看他的资质 看他的证书更重要的 那就是看他的经验 他的健身时间和从业时间 到底多久是合格的呢 我认为他的健身时间 至少得有五年 我现在的训练时间也有五年了 那么他的从业时间呢 至少要有三到五年 因为健身教练呢 也是一个在从业期间 一直在不断学习的一个职业 所以我说呢 他至少要有三到五年的经验 他才能保证他的每一个会员都不受伤 好那第三点呢 就是看他的资质 也就是说看他有没有什么证书啊 参加过什么培训啊 然后有没有从体育类院校毕业的经验 然后他的证书和他参加过的 培训的课程呢 最好都是国际认证的 像那种什么 比如从零开始做健身教练 什么乱八道那些培训就免了 当然了有证书和参加过培训 和体育院校学习的经验 有的话是更好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还是要有工作经验的 第四点呢 就是买一节体验课 一般的健身房和健身工作室呢 都是有体验课的 那么买了体验课之后呢 就到了第五点 看他的上课流程 一般呢 新的会员到了新的健身房 或者健身工作室 首先他会让你填表 了解你的身体情况 然后个人习惯 还有一些病史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呢 很重要就是 你要看他有没有给你体测和评估 其中呢 就包括测量你的身体数据 身高 体重 体成分 维度等等 然后呢 他应该会让你去做一些动作 看你能做多少个 好一点的健身工作室呢 还会帮你做评估 基本就是用上一些器械 然后看你有没有关节活动受限 等等 好 那如果有以上这些流程呢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房 或者健身工作室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健身房 或者健身教练的经历呢 你也可以在评论里留言 跟大家交流起来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别忘了帮我长按点赞三连推荐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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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